看了這個標題,不要嚇到,我們不是離開溫哥華 我們是離開溫哥華區 我們現在準備搬屋 會離開溫哥華區,不是離開溫哥華,不是回香港 所以不要嚇到 其實有很多東西不捨得的 讓我逐樣告訴你 這就是武漢肺炎,現在人心惶惶的 哇,那裡還要被排隊,看到嗎? 排隊入,不知道剛才我們看到嗎? 他們排隊入,駕駛手推車在排隊入,好銷售 我們就先給一個飾棄機,可以再給你們 好,對,這就有一個飾棄機 兩碗飾棄機,一碗飾棄機,一碗飾棄機 對,沒錯,謝謝 可以去擺放嗎? 可以我給你買手嗎? 謝謝 你會喜歡你的汽車嗎? 不,請 你喜歡的嗎? 是的 謝謝你,有個好日子 任務完成 其實我就想告訴你們 現在溫哥華的情況是怎樣 封關後的情況是怎樣 還有我們已經離開 為什麼要戴口罩說呢? 還有我們已經準備離開溫哥華 讓大家看看 你先不要理我的髮型 就這樣看看我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你看這條街 沒有人的,不過有車 沒有人有車 看看餐廳說什麼 關門 這輛我現在就位於這個傾水 那間是開的 好像是開的 寫著 沒有的,其實是你會看到的 看見後面有沒有人 真的沒有人 有些餐廳是開的 不過現在的餐廳全部是關門的 法例上 法例上是關門的 有些是開的,是因為貨物給你取消 有些是關門的 山門 瘋山門 山門 酒樓山門 這間開門 有沒有人見過這個人 有的話就幫忙找找 拿了好多東西回來 起碼今天 起碼夠吃一個星期吧 在說一下為什麼我們會離開 好,之前我就想說一下為什麼我們會來溫哥華這個區 來這個溫哥華區住的原因是什麼 其實我們在香港的時候已經上網做了很多research 已經看了這部的樓盤 看了這部的地區的分別 有些什麼分別 譬如說 日本那比,有Richmond 為什麼我們會選擇溫哥華呢 首先第一件事 溫哥華這個區是很貴的 這些樓盤 我們一上網找到這間 即是現在住在這裏 租金比較便宜 我們已經基本上不想了 就差不多直接下訂了 我們上網的時候看了這個樓盤 基本上其他區其實都發覺都是很貴 我們上網看到這附近的區域 就發覺其實這裏的交通 買東西都比較方便 而且就是便宜 主要是便宜 我覺得我下腳其實也沒什麼所謂 下腳住回差不多 再找樓再住其他地方 可能到時候我已經買樓 問了朋友 那些朋友都說其實這區不錯的 都挺不錯的 即是方便那樣也好 那我們就不想太多了 直接給訂購住就算了 其實是挺薄的 因為呢 你不知道這個樓住是什麼人 如果到時候他不給樓 不給封你住那怎麼辦 那你一下樓去住哪裡 所以其實是挺薄的 所以那時候的心情是又緊張 又期待又擔心 好複雜的心情 那也有機無險 終於來到這裏 那原來是真的 是真的 那慢慢適應習慣一下 那附近有些東西 都慢慢開始適應這個溫哥華區了 第二樣東西呢 我就想說一下 現在就在家了 沒什麼東西去做 你問一下 有什麼做啊 有什麼做 我和他吃東西 你玩什麼啊 小朋友 這樣也可以 不如說一下 離開的原因吧 其實 我兒子的Priority 一定是放在最高的 他的成長環境 是至關重要的 我覺得就是 我要提供一個 最適合和最好的環境 給他成長 其實這裏 除了方便之外 就是方便了 那其他東西呢 我就覺得是 一般的 又不是說差 一般的 譬如我主機區好像 治安不太好 因為 我這裏一落 就是Kings Ray Kings Ray 還有一個Joy Station 那裏呢 而且你看到那些 街上的人 有些流浪漢 有些 不太好的人 即是有些華人 如果長住的話 我就覺得 一般 其實它不是很差的 它有很多好處 你一落到去 什麼鬼都有 有超市 有餐廳 有酒店 有銀行 有士多 有魚店 賣魚的地方 有藥房 你想買一些 深容海味 一定有 它是 整條街 是有各種不同 種類 不同範疇的東西 你的店鋪 你都可以找到 百花百門 很棒 有一件事很棒 就是 我當初來的時候 不知道 你去到餐廳 酒樓 怎麼全部人都說廣東話 沒有去到加拿大 那樣 好像在香港 真的沒有分別 你跟那些人說話 全部都說廣東話 不是說英文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優點 對於一些不懂英文的人來講 就是找英文不好的人來講 那些餐牌 全部都是中文 買東西又有小街市 小小的街市 不是很大 像香港的一個街市 裡面有賣菜賣魚 不是 它們是分開的 他們可能 這間店店賣菜賣肉 那間店店賣魚 分開不同的店鋪 這些就是叫做 小街市 我們叫做 如果你經常去看醫生 我不是說附近的 那些 如果你是看一些比較專科的 那些 通常溫哥華區 就是在溫哥華中部 奧克里斯 或者就是再上一點 差不多近 下廣東的地方 基本上那裡就是 比較密集式的 專科診所的地方 譬如看副產科 驗身 那些 全部都在那裡 那所以如果我這邊 這邊 溫哥華區的話 大約我現在 我住在這裡去的 可能20分鐘車程度 話遠 話遠又不是遠 話近又不是近 缺點就是 可能就 治安差一點點 有時候我見到 有些人經過那間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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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聽到附近的 附近的鄰居說 被人爆了三次屋 是爆了 即是進來爆 因為可能他知道 那個人 不是整個在家裡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 被人爆了三次屋 其實都 挺危險的 這裡 治安 對啦 環境複雜一點 有少少骯髒 其實各方面都 其實都 很不錯 其實 寫得的地方是有的 就是那種方便性 這裡去哪裡都很方便 我去Richmond 又近 我去Downtown 又近 我去Burnerby 最主要是這三個地方 但我之後搬的地方就很遠了 其實要出來 都可能要說 30分鐘的車程 當然有利有幣 那邊的樓是便宜一點 大一點 就是以一個便宜一點的價錢 可以租一個大一點的單位 那晚上的確是有點 靜的 這裡是 晚上是有少少 危險的 我覺得 就是溫冬這邊 所以 其實治安這方面 是真的有少少 需要考慮的因素 而且這裡比較少 深夜買口罩系列 現在去買口罩 在那裡打算給你們看 我買的時候的樣子 是這樣的 這裡有四包 看到嗎 好了 走了 今天 會不會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